如果你的妈妈跟你的女朋友 同时掉到水里 那么你要先救谁呢 女朋友跟老母 最近拨路水带要先救谁呢 民进董理会 王新安开迭步 做你问的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要怎么应付 有个人说觉得我变胖了 有吗 我不知道我感觉还好 但是最近很多人一直说我太瘦 脸颊都凹下去 五经参计刷自己开一台 让做不要起争议 公共的药饮料拿来喝 看起来很自然 但是敌步不是少年人的专利 59岁民进董理会中嘉宾 也开一个节目 让做彬彬有礼 中佩心目中在大陆地区 他们是叫做土豆 还有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我也觉得有点难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乖乖的用 敌步不是只说一些会儿的东西而已 也就是要去合递死的问题 中嘉宾也会说政策 也会自己传一些结析 某立委直接在研究石 动罪敌步石 这样利用 国民政党发现任何观点 某这一条线 红线过去开开这一条 就是保护他的某性保姆 反而变成他的杀人凶手 开了直播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其实订阅人数跟观看的次数 都比我想象中预起来的好一些 从政人士来讲 当然是好事 那还有更重要一点是 也不要把整个网路平台的话语权 都被白银给抢走 就有观点说 不希望发言传红唱起 因为如果跟白银成红红唱 社长街都在开直播 都是流经验的 我感谢今天晚上各位网友的参与 政地人物开直播 自己做主持人 希望说旺路的社长 可以变罪选票 国败后来的选举 民視新闻台北报道